大家好,我是東京的鮑勃 那我們今天不介紹旅遊 要來跟大家講講這些年 我跟文恩一起經營的東京走的橋 那這部影片很無聊,當然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我們並沒有要拆火,當然也沒有破百萬訂閱 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而已 那時間呢,我們先倒回九年前 就是經營東京走的橋前的鮑勃 因為很早接觸網路影片製作 被鮑勃的國中同學說服成立黃波旋剪接的頻道 本來日本後期是持續製作影片 以半年一步的高速更新影片的方式 成為多產型YouTuber 好啦,因為我懶所以沒有認真經營 也因為駐日本想嘗試看看日本相關內容 五年前的時候推出兩部一分鐘遊東京 還有機車翻場聊日本 那時候鮑勃有點瘦 後來鮑勃也嘗試用英文拍攝影片 跟日本朋友Rina Trina合作用英文介紹東京 也跟台灣朋友拍攝我在東京寶可夢 但畢竟經營頻道不是那麼簡單 我們也都沒有持續拍攝下去 終於到了四年多前 鮑勃跟凱蘇開始經營凱蘇的東京側路 看到了一線曙光 覺得或許可以成為人生的準烈點 經營了一年之後 鮑勃生命中重要的男人 韋恩 幫來日本了 東橋好朋友Jennifer Uten 跟我說辦公室來的台灣新人 介紹給我認識一下這邊拜個碼頭 熱心善良的鮑勃 當天帶文去吃個自己推薦的回轉壽司花丸 當個小小的Welcome Party 在聊天中得知 韋恩對影像創作頗有深度的經驗 鮑勃也知道推坑的時候到了 善良熱心的鮑勃在接下來的幾周 為了讓韋恩熟悉東京 週末或下班的時候 時常遭韋恩出去玩 也順便拍攝文字燒的影片 上傳至粉絲團 韋恩 韋恩也在鮑勃的努力說服中 一起加入凱蘇的東京側路團隊 成為寫手韋恩鞭 還有美食詩詩評論專家 除了在東京拍攝以外 我們北跑北海道南針熊本市 成為一同旅行的好戰友 那時間到了2017年秋天 因為經營的方向不同 鮑勃跟韋恩離開凱蘇的東京側路 拿自己成立的東京走的橋 一開始我們決定尋找具有話題性的主題 成為經營方針 比方說印章販賣機 15個東京的日本第一 納豆甜甜圈 超短電腐梯等等 但後來發現這些爆炸性的主題有限 我們改成全方位的日本旅遊介紹 我們也展開了為期一年的騷錢拍攝地獄 因為韋恩在東京的時間只剩下一年 我們在東京四年一色的下大雪拍攝 同一周到氣溫零下兩度的江之島拍片 也拍了沒人氣的碎碎念 開箱去 在中午吃飯時間拍攝熱訊息 還有50級部的東橋Vlog 拉麵時選 夜景時選 各種十大影片 還拍了一頭大鼓沒有上傳的片段 比方說鮑勃首次的松本市介紹 以及在松本池松本游的黑歷史 以及一直沒時間剪的三手線走一圈 喔 我們還有很多奇怪的開箱去拍了都沒有用 雖然拍攝地獄花了不敢估算的存款 花掉的錢遠遠大於業配的錢 但粉絲團以及頻道成長卻停滯了 我們決定嘗試大眾比較容易接受的文化劇情片 但我們畢竟能力有限 拍攝這種文化類影片並沒有讓我們獲得多大的成長 我還記得初夏的某一天 鮑勃跟文在仙台的一個古名家拍攝的晚上 並逐夜談 決定還是拍攝東京走路橋的強項 旅遊 那這個時候離文離開東京也剩下不到半年了 我們也決定在這半年用最強度的精神跟存款 拍攝所有能夠想到的影片 比方說我們無限制預算拍攝東京知名的餐廳 平日和週末都拍 過著下班不是拍片就是剪片的生活 在最後幾週我們幾乎每週都出東京拍攝 去了日光 香根 清景澤 上月廟高 京都 大阪等等的地方 於是維恩回台灣了 維恩離開前狂拍影片很大的原因就是 我們不確定維恩鮑勃牛郎之女來相會的頻率是如何 以有序經營的模式經營粉絲團最好的方式就是存檔 2019年我們大概是以兩個月見一次面拍攝頻率經營東京走的橋 換點年假我們就狂拍十幾天 我們剛好有雞排麵跟Cloy過聖誕夜 也拍了山手線美食一致遊 當天其實鮑勃生病腹泻了一整天 然後也去澀谷人幾人跨年 新年跟鹿獎一起吃壽司 那維恩也因為接案子來日本拍攝幾次 我們跑西日本 關西 北海道 當然也有幾次是在東京拍攝 我們玩了山手線大福翁 拍朋友家開箱 那鮑勃也飛回台灣一次跟維恩在旅展演講 最後一次2020年假來東京拍攝 我們重新拍攝了十大夜景 拍了都會公園 還去了Horokiti樂園 兩個宅呢還在加跨年 吃了一整天的自動販賣機食物 那由於疫情的原因 維恩已經五個都沒有來日本了 所以接下來東京走橋會怎麼樣發展 其實我也不知道 但我所知道的是 東京走橋這兩個宅大叔 還是會繼續努力想主題 拍攝我們喜歡的東京給大家 那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東京走橋的故事還是會繼續寫下去 我是包博 大家下支影片見 掰掰 得分? 對 有認識的 運喬 好嗎